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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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年当地的人民都会供养老婆罗门 可是等到佛陀进入了这个国家 开始讲正法之后 那大小人民得到佛陀亲自的教导 那就很多人修行都进步得很快 那当地的这些独龙啊鬼神 就都也开始皈依佛陀 都照善业不照恶业 所以那时候五谷风登 风调雨顺 就不需要那个婆罗门去用咒术扶龙 所以呢 那婆罗门他那个经济匮乏嘛 经济匮乏他就跟这些当地的人民说 你们应该像以前那样子供养我啊 结果呢 那当地的人民就 可能对他的回应态度不是很好 骂他然后不给他 那婆罗门心里就起了很大的惩悔 说你们过去那么多年 都是因为我对你们施不恩德 你们才得到饱满 现在你们反而这样子对我 所以呢 他就心里起了一个恶愿 说那我一定要报复你们 然后他就到处去请问说 请问别人说 我心里有一些愿望想要实现 我怎么样才能实现 后来人家就跟他讲 你可以供养佛陀四位最主要的弟子 他们都是大阿罗汉 有功德 你供养他们之后 你得到很大的福报 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 所以那个婆罗门他就准备了很好的饮食 就供养佛陀的四个最主要的弟子 就大家舍尊者 舍利佛尊者 穆建连尊者 阿那律尊者 因为他们都是大阿罗汉 然后供养他们 然后那个婆罗门他心里就很认真的 很阴重的发愿 我要用这个供养功德 让我成为 有大威力的毒龙 我要灭绝这个国家 一定要让我这个愿成办 他的心意是很坚定的 那个时候舍利佛 他用神通知道 原来你发的是这个愿 他就劝那个婆罗门说 你不要做这个愿 而且毒龙是一个畜生生 又伤害别人 你自己也很痛苦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你把这个功德拿来 希望将来能够当转轮王 当这个天王 你都可以得到 你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劝他不要这样发愿 那婆罗门就跟 舍利佛尊者讲 说我一直希望发这个愿 已经很坚定了 我真的不想发别的愿 而且那个时候 婆罗门把他的手举起来 给舍利佛尊者看 他手一举起来 他五个指头自动流很多水出来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那样的发愿回向 已经下一生注定 他就是要去当毒龙了 所以那个花爆 开花结果嘛 开花是结果的前兆嘛 他下一生一定要当毒龙 因为毒龙住在水里嘛 他下一生一定要当毒龙的 那个真兆已经出现了 这个事情是一定会赶果 不可能改的 结果后来呢 这个婆罗门死了之后呢 他真的就是成为一个 那个威力很大的毒龙 他就把原来那个泉水里的 那个毒龙杀掉 抢了他的王位 然后他占领了那个泉水之后 他就开始 这个刮风下雨啊 降冰爆啊 让大家东西的农作物 都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损伤 那人民因为这样的关系 就饿死了很多 饥寒饿死了很多 然后又有很多这个传染病 又有很多传染病 然后那个时候国王阿瑟士王 他就去见佛 跟佛陀 跟佛陀做鼎礼 然后求佛去救护国内的人民 那佛陀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呢 佛陀第二天呢 就搭衣持坡进这个城 进这个城里面去起石 持完了之后 不过要洗嘛 佛陀就故意跑到那个泉水那边洗 还把洗坡水就倒到那个 那个毒龙泉里面 那龙是很容易发生心的嘛 他就马上就从水里出来 然后向佛陀吐毒气啊吐火啊 那佛陀就马上用神通嘛 身上就出水 就把他那个火灭掉了 然后佛陀 毒龙又降大冰爆要打佛嘛 然后佛陀就让他在虚空当中 冰爆都变成了那个 很漂亮的天花 好 然后毒龙又降神通啊 又下大石头 不是下雨啊 大石头 大石头又被佛陀用神通 都变成很漂亮的那个宝石 这样 然后毒龙又下很多刀剑的雨啊 好 然后佛陀又让这些刀剑的雨 都变成七宝这样 总而因之 毒龙就是降服不了佛陀 最后呢 毒龙就把他自己本来的形象显现出来 就很可怕的大毒龙嘛 佛陀就变化成为那个大鹏金翅鸟 那是专门吃龙的这样 那毒龙就逃走了 好 就是总而言之 他就逃回他自己的那个毒龙泉里面这样 那那个时候 旁边的那个大力的那些金刚力士那些护法 就他们就拿起金刚杵把那个山打碎 好 那就逼那个毒龙走出来 那而且佛陀也用神通把那个泉水全部都变成大火 然后毒龙就只要走出来 然后佛陀就用脚站在那个毒龙的头顶上 好 那毒龙根本逃不了 后来就降服了嘛 然后呢 佛陀就问毒龙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怀这么强大的这个恶意要伤害众生呢 那毒龙就头面做理跟佛陀忏悔 说这个只要你放过我以后你对我讲的任何命令我都接受 那佛陀就跟毒龙讲说 好那你受五戒 好那毒龙跟他的眷属呢 就都受了五戒 那因为这个毒龙降服的关系呢 那个地方就开始安定起来 那原来在那边作乱的一些瘟疫鬼 好 那也都跑掉了 那他们没地方跑啊 这些恶鬼啊瘟疫鬼呢 他们就跑到隔壁那个国家皮色黎国 那原来的这个阿瑟士王的国家呢 那里面的人民就这个饥饿啊瘟疫就消除了 那这时候就换成他隔壁那个国家皮色黎国的人就开始 哇这个很多人得瘟疫啊死掉了 然后呢皮色黎的国王就听到佛陀在摩羯陀国 就是阿瑟士王的那个国家 皮色黎的国王就派死者来请佛这样 然后请佛陀去皮色黎国帮忙解救人民 那佛陀说我有答应阿瑟士王要在他的国家 待90天接受他的供养 所以因为我有答应他 那90天还没结束 如果你要请我提前去的话 你们要先跟阿瑟士王报告 可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皮色黎国跟摩羯陀国 这两个国家是世仇 是世仇 所以呢按照他们原来的程度 如果你跟阿瑟士王讲说 皮色黎国有一个死者来 那个死者除了被杀不会有其他的下场 所以那死者就很害怕 说我现在如果去见阿瑟士王 我铁定被杀这样 佛陀就说你不要担心 我可以告诉你方法 好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今天第一集只讲到这里 好 你们要知道是什么方法 就继续去听第二集 好 后面还有 可能时间有点超过 但是我刚刚有答应一位同学 那你是不是 刚刚有一个同学想讲一下 他拜佛的心得 那是不是请他 你简短的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时间没有很长 这样可以吗 有 传一个麦粉给他 法师好 各位师中师姐 大家好 我是想分享我一些 8135佛的一些经历在我身上 去年 我这个五十肩 右肩 痛得要命 没办法动 后来在我家的师姐的古日之下 开始8135佛 大概拜了有四个月 五个月左右 不痛了 好了 今天好了 不痛了 刚好 两个月之前 我有去批导参加佛期 我有把这个事告诉如愿法师 后来如愿法师都叫我去做一个录影 去供养上师 所以我就去做了一个录影 就供养上师 可是 还有 跟我一起去做这个录影是还有我们南间的一位师姐 对啊 其实我以前就听过不少 钟医师跟我讲说 这个拜佛大礼拜是一个最好的运动 所以那个 听到你这样子 那个通过拜佛 然后也能够让自己这个 这个病痛变好 这个事情其实 的确是蛮高兴的 那其实《无怨无悔》这本书里面 曾荣老师也举了很多这种例子 其实你这个公案真的是蛮能鼓励大家的 非常谢谢你 好 那我们最后一起做回向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禁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菩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